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2月25号正在进行的龙心杯第13轮比赛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柯杰 今天绝对是一场巅峰之战 看看柯杰能不能为之前中国队的这个队员报仇 开局深圳旭二连星柯杰新小木 黑棋点33 跳了一手主要也是因为右下角是黑棋的新位 局部这个阵子有力 所以说选择了跳 柯杰点33 再一飞 好 这个时候黑棋这根棍子没有管 直接回到左下去小飞挂 那这一手棋可以说现场柯杰也是常考了很久 考虑到底是从这个上方去拆过来 还是在底下小尖一个或者说飞一个 如果说你这个棋三间低夹呢 对吧 这个配合是最好的 那黑棋就从下方飞压 其实这个变化也是比较普通的 实在没有选 走得非常尖式的一个小尖 下一手黑棋选择在左上尖一个 这个也是这个定式的后续的定型 如果说黑棋拆个二呢 这个棋跟白棋下方的拆边交换一下 黑棋应该来说是不满意的 因为底下的这手拆边价值太大 同时也限制住了黑棋右下三个子的发展 就是说黑棋宁愿没有走 先把它定型 让白棋先夹一手 然后伸振旭直接从上方打入 这一手棋可以说完全挑起了这一局棋的这个战端 那白棋上方三个子肯定要出动了 飞一个 黑棋继续往上飞 这一手飞呢也是瞄着白棋这个毛病 这有一个跨端 所以说实战 柯杰肯定要去补一手 用了最普通的方式贴住 下一手呢 深圳旭又转到了下方去压住白棋的这个头 其实你要是直线攻杀的话 往这儿飞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呢 可能考虑到这样抓 白棋由于有一个二路的这个后门啊 可以直接漏回家 所以说这一手棋的威力 现在来看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说这个深圳旭也是走看得见的东西 先把下方这个黑棋啊 给靠压出去 再长 好下一手 柯杰非常堂堂正正的往前一跳 这一手棋呢 其实也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变化 比如说你先压一个 黑棋跳 我再把脚上的这个便宜给尖掉 等黑棋搬的时候 我再选择压出来 当然这样走呢 虽然说白棋外面也走到了 这个脚上也还有一手棋就可以补牢了 占了两方面的便宜 但是呢 你现在的出头跟刚才比起来 就稍微要差一点 这个出头的空间要小一点 所以说有得必有失 柯杰还是选择单跳 下一手 这个深圳旭啊 在二路去飞脚 这一手棋明显在积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要是直接一点 暴力一点 对吧 你完全可以拐进去 拐出去 拐的话呢 白棋肯定不可能顾下方了 这个头反正是个软头 你压几步之后被黑棋震啊 特别的不舒服 所以说当黑棋压头的时候呢 白棋肯定是跳出 这一手压有可能压不到 反而让白棋出头之后啊 就威胁你黑棋上方这两个小飞 那如果说黑棋断了 这个也是一种缓攻的办法 你看白棋怎么硬 如果说白棋要是长一个 那黑棋立下去 这手棋相当严厉 白棋脚上没有活 有一个这个拖三三 是吧 这个气比较紧 如果他补脚呢 外面黑棋跳出来 也是多让白棋啊 多出来一块鼓起 这个棋白棋也是相当的难受 或者说你直接先选择从这儿出头 也行 先把白棋分成两块 至于底下两颗子啊 先扔这儿 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或者说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打 这个棋黑棋也能达到目的啊 首先这个二路的小肩 就让白棋非常的难以去处理 其次你就算不小心啊 这个外面肩下 有一个先手 再从这儿震过来 对于白棋两颗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并且底下的两颗子死而不将 以后还有这种拖三三的这个 搜刮手段 所以说这个黑棋局部的作战 方针非常的多 深圳选择先把自己安定 再去给你一点颜色 下一手 柯杰也是跟他走得非常的契合 两个人突然就缩紧了拳头 这个棋呢 白棋如果吓得凶一点 可以优先进攻上方的黑棋 因为这个黑棋只是一个小飞 没有形成猴子脸的形状 你就点在他猴子脸的位置 接下来眼见到这儿就有一个跨端 而且黑棋的这个棋啊 形状还不太好补 可能也只有这个顶 顶完之后这样笨重的跳出 这两手交换白棋肯定是便宜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左下 你不要看黑棋已经飞到脚上了 他这个形状还是比较空虚的 白棋有一个妙手 就是这一手横顶 如果说黑棋选择单退呢 那这个棋以后 白棋一个大飞过来 直接黑棋就没有眼啊 只有一个后手眼 如果他往脚上去长呢 白棋依然是这手大飞 飞完之后就往上贴 局部啊 还要瞄着黑棋这儿的一个挖段 所以说这几个棋啊 都会把黑棋上下两块棋 打得特别惨 那柯杰呢 也是先稳了一手 先把自己给拆一下 补掉这边的一个毛病 深圳旭继续往上跳 我们会发现这一局棋 从刚刚的这手打入开始 深圳旭一直在处于一种 主动发起战斗的态势 当然柯杰也不是好欺负的 双方马上就要在这个左半盘 大打出手 挤了一手 其实我们要注意 这个棋呢 就是你压的这个后续组合拳 这个千万不要跳 跳的话 这种逃跑方式软绵绵的 一点力气没有 挤在这儿 好奇 黑棋只有不断 白棋再往外长 黑棋再从二路爬 白棋跳 那这手跳呢 明显也是为了引诱黑棋 去这儿挖毡 挖毡完 由于白棋这个断点 也不是很怕 你断这儿我就 你断我就长 是吧 你断这个地方 白棋就打出去 一点都不害怕 所以说白棋啊 当你挖毡的时候 我甚至于可以马上反攻 比如说点在这儿 是吧 让你黑棋去把这个形状补牢 我上下同时处理 这样的话呢 白棋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实战 深圳虚也很凶啊 这个地方先保留不走 先把下方 这个双方的绝好点 给他抢掉 因为这个蓝逼 你不走 被白棋往这儿来个大飞 你这个右下角 三个黑棋啊 还是一块勾起 先下手围墙 逼过来 白棋在四路 下面露着风 如果白棋单补为首 这个就太缓了 也不太符合 柯杰的这个人设 实战 这个白棋也是 以攻为首 你攻我 我也攻你是吧 黑棋也非常的薄弱 看你怎么办 如果你就这么简单的压出头 那顺势就把白棋的这个棋啊 越走越后 所以说实战 这个深圳虚还是选择断啊 白棋 由于考虑到这个左侧这个驱阵三颗子的原因啊 也是没有选择这样贴下去 不给黑棋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就选择从三路打 爬回家 黑棋把这个拐持 先手处理完自己的这一块棋之后 白棋尖顶 我们一般认为这一种坚顶啊 跟黑棋的长交换都很俗 但是在这个局部一点不吃亏 反正黑棋已经很厚了 坚顶完 抢了一个先手 把下方的白棋安定之后 再回到右上方去挂脚 这个棋实战 曾曾旭还是把它给挖沾了 这个挖沾呢 不仅是目数问题 而且还影响到白棋的后包 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后门啊 这个断始终是存在的 所以说白棋在局部本手呢 还是要虎一个 但是考虑到这个虎啊 这个效率也很低啊 以后你看有这种刺 这种刺是吧 白棋眼位也没有 所以说柯杰啊 也就索性不管 就把你的这个 三三一掏 黑棋挡下去 再长白棋 二路一搬 沾 黑棋爬 当然这手棋呢 黑棋也可以选择 马上对这个 左半盘 白棋上下两块棋 进行一个进攻 比如说先往这个 小间的地方 走一个 足度 看白棋怎么办啊 他如果补一手呢 黑棋刚好档头震过来 这样的话 黑棋可以通过攻击得势 那深圳旭显然也是被这个 柯杰再一次的先捞 后期战术啊 给他搞得有点毛了 所以说也没有心思 先去攻你 先把这个空捞足再说 爬了一手 那我们以前都是站在这 现在这个爬比较多 白棋长 黑棋再从这 逼住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清点一下 这个柯杰的目数啊 白棋是绝对优势的 但是从这个全盘的厚薄来讲 确实 这个柯杰要处理的地方 比黑棋啊 更多一点 所以说这盘棋下到这 局势依然非常的扑瘦迷离 那我们根据后续的进程 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 旗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今天2月25号 龙星杯第13轮的比赛 由柯杰对战深圳旭的 巅峰对决 那现在这个深圳旭啊 往这一夹 下一手 柯杰依然没有去处理 左侧的两条大龙啊 他选择在二路的飞 这个补驰的方法 也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 有很大的差别啊 平常肯定定势走的 是这个跳 为什么现在不跳呢 就是因为左边 这个大龙太弱了 跳出来的话 软头 以后呢 黑棋有这种碰 这种压都是属于先手 包括从这打入之后 以后这儿的一个组合拳 二路透点 都会让白棋非常的难受 所以说 自己薄的时候 就走的比较小一点 小飞 坚实 下一手深圳旭呢 继续捞 他也没有去攻白棋啊 那按照道理来说 现在柯杰最稳的还是在这个左侧 二路小飞 把两个大龙连在一起 对吧 并且搜掉黑棋中央三个子的根 这个是比较明智的直选 那柯杰这一场继续贯彻他这种先捞后期的战术 还要把右下这头尖给他占掉 主要考虑到 如果你不走 被黑棋这么飞压过来 黑棋你看 黑压压的全部连成一片 这个势力范围很广 走的很拼啊 那你不渡 黑棋就往这小尖 组渡 下一手黑棋又 柯杰又走了一步飞 这个棋为什么又用飞呢 不用这个跳呢 对吧 跳出头是我们第一感 主要还是瞄着后续的这个组合拳 我们接下来就能看到 但是你逃跑的下方啊 上方的大龙怎么办 对吧 这个地方很明显 黑棋有一手这个夹的严厉手段 上节视频我们说这个段并不严厉 因为这个段白棋刚好弃子 这个上面基本上是两个废子 弃给你无所谓 白棋出头还把黑棋给碰伤了 但是这手夹你是逃不掉的 对吧 夹完之后你看这一打 这个白棋已经沾不上了 沾一连全部尾巴被割断 如果你要是断 断了黑棋就吃掉 这个首先是先手目数便宜 你往外打 先不说这个地方 黑棋针子有没有力的问题啊 就他把你这个尾巴一断 白棋都受不了 你已经没办法处理了 打吃他就长 再打再长 对吧这个地方没有扭阳头啊 再打一路走到底 把你这个大肥脚割掉 先扒层皮 这个外面这层皮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断点啊 所以说白棋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来看实战深圳虚啊 他是先追究你白棋下方的毛病 点了一手啊 这手棋同时把自己中央的眼位 给他扩张出来 下一手你看 柯杰主要是瞄着这一手斑 如果你刚才这个位置在跳呢 再扳的话 黑棋有可能啊 说的是有可能就在这反夹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实战 扳黑棋提 白棋再一成 基本上确保了这个联络 因为黑棋现在在从这跨段啊 没用这个气太紧 自己还不活 是吧 那黑棋必须要在这忙活 打吃 顶住把这个眼形给他摆出来 下一手又是非常有学问的一手 那我们看到这部班的时候啊 确实一开始没有搞懂这个柯杰在干什么 有可能还以为他在打僵 但是这手棋确实解决了这个局部的一个毛病 在哪呢 就是黑棋的这手点 点的话呢 如果白棋挡啊 黑棋坚定啊 白棋断 黑棋在乎 白棋挡住 这一手班恰到好处了 因为现在黑棋最多 收棋也只有吃 白棋往这一打之后一班啊 我们会发现 由于这个气紧的原因 黑棋再打吃 白棋连上的时候 局部是一个经济独立 如果刚刚才你没有断这一下 白棋是完全可以吃 这个黑棋啊 是完全可以打下来的 所以说这一手棋太妙 居然AI还给他降了胜率 这个AI也是计算上还不如人类的顶尖选手 有的时候啊 还是会出现一些故障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手 柯杰依然放任上方大龙不管 这个明显是对深圳虚的一种蔑视 以及挑衅 按照道理来说呢 你这个上方有一个夹 对吧 你把这个赶快给他补好 算了 省得夜长梦多 但实在呢 他走的是这个大跳 主要是还要瞄着黑棋上方的这手断 对吧 断完之后上方这三个子一割 这个目数也是很大 并且你右边四个黑棋也没有安定 这个大龙不活 还想攻着别人 这个也是符合这个柯杰的棋风 好下一手你看深圳虚像他们这种顶尖高手啊 这种棋不会放过的 加上去 白棋只有站 走其他都不行 断打再打 黑棋拐打完周一贴 你看这个两块大龙已经全部被黑棋缠绕进去 所以说柯杰又是把自己搞在了一个这个耍大龙的绝境上面 不过这个他每盘棋 十盘里面基本上有八盘都是这种棋 他已经非常的擅长了 好下一手白棋选择跳 如果碰到胆小一点的白棋呢 可能就把这儿两眼瞪活了 但是你瞪出来之后 没毛病啊 但是右边三克子怎么办 对啊黑棋也不说就这么去吃你了 他就把这个围牢啊 这个盖手的这个边啊 给他围围牢 你这个出头都有点受阻 上方出头不要想了 把你封住 往中间跑 黑棋就这么攻 白棋啊 想寻求周围的这个联络 路途特别的遥远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是非常有风险 思来想去 还是放弃这个近活啊 把这个投出来 照应一下白棋 黑棋刚好从中间飞断 下一手呢 这个白棋选择的是顶 顶完之后再搬 这个深圳序啊 也没有着急去把白棋 这个大龙的眼给他冲死 冲掉 就跟着柯杰在右边去硬 你搬我就长 再压我再搬 白棋再搬再长 是吧 那接下来白棋的这个形状 其实也挺尴尬的 因为那你一手棋 你不能把这个眼位给他保护好啊 实战走的是这个飞 对吧 如果你就走这个虎呢 眼位稍微好一点 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 黑棋还可能往里面去靠 靠完之后顶住 你这个眼还是成问题 最多就是比这个飞啊 稍微厚一点 好 实战白棋飞 那黑棋下一步 深圳序也就跟着贴了 其实这手棋点在这儿 也是一个棋型 对吧 白棋你看上去可以连回家 但是黑棋以后这个顶了再断 白棋依然要被切断 并且这个地方 黑棋就算这样小尖往里面钻 白棋的棋型已经有点四分五裂了 所以说 这个点也是个要点 深圳序呢 他想的是还是干脆一点 把白棋两边切断 如果说白棋长 这个右侧的大龙肯定安定了 那黑棋大致也就把自己的左边这一块忙忙活 是吧 双方正式进入到一个收官的一个局面 因为全盘基本上都活透了 我们来看柯杰 他还不服气 这个棋还要揪着黑棋一起跑 先虎一个 刺一个 对吧 这个棋如果黑棋沾上 那就坏大事了 沾上的话 白棋往前一跳 首先可以连回家 第二点还要瞄着你右侧的这个段 三个子又被关进去 这个是黑棋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他实战选择的是跳 宁愿中间三个子多一个段给白棋 下一手 柯杰继续往外跳 他没有选择长 这个也是比较的清零一点 黑棋终于冲演之后 从中央把白棋的大龙全部搭进去 那走到这儿呢 可以说这个局面又变得非常的白肉化 扑朔迷离了 因为白棋切下来啊 这个地方毕竟只有一只眼 你大龙是往外搬还是往前长 然后呢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右边的大龙 以及这个底下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 黑棋只要左下角活了 这边时刻还有一个跨段 所以说这种棋 这个很难讲 我们会根据这个后续的进程 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 如果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龙心杯 柯杰对战深圳旭的这场战斗 现在局面特别的复杂 深圳旭呢 直黑 往中间那么一靠 上方这条白棋大龙 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那我们来看柯杰的选择 他实在是单退了一手 这个棋如果斑斑 那就更加的趋于复杂了 半段话黑棋断 你从这打吃 黑棋站上 把你切断不说 你外面的这个包围圈也很碎 虽然说黑棋本身也没活 这个就相当的看不清楚 而且你要注意的是 这个黑棋以后的这个团 是个先手 对吧 团完之后 瞄着你这边的扑 打接不归 所以说这个黑棋怎么看 都比白棋的处境要好 实在呢 柯杰稳了一手 单退 黑棋跳一个 把白棋封进去 柯杰顺势一拆 这手棋呢 也是特别舒服 空也拿到了 龙也活了 但是这个外面 是越来越薄了 下一手 深圳序是靠在这 其实右侧 黑棋这手拐 也是一个先手 因为你拐呢 这个地方 首先这儿有一手打 这个白棋不能 虎 虎完之后 这儿一拍 再一夹出棋了 对吧 其次 你拐完之后啊 马上在二路就有一手跳 把这个抢住 就算你不去杀 这个白棋的龙 跟他拼关子 黑棋依然是 这个领先的局面 所以说现在深圳序啊 杀龙也行 不杀也行 平稳收官也行 黑棋都是优势 他实战比较凶 先靠在了这个白棋的筋上面 克杰呢 走的是这个长 我们来看看实战 长完之后啊 你还是得虎 因为这个棋 虽然你先手 这儿有一个冲 但是不能贪吃啊 这个棋 如果你要想吃外面的话 里面的气紧了 被黑棋这么一段 一长 白棋一粘 这儿一段 你再一粘 再给你来一个拐吃 这个旁边的四个子要死 那这个白棋就输多了 是说只能忍来一手 选择虎回去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啊 深圳序有一招 可以一锤定音的胜招 确实如果是不看AI的话 这个地方真的是常人 不要说常人了 就连深圳序啊 都看不到 就是这个二路的点 我们上一节视频已经说了 白棋的这个脚上的斑 和黑棋的挡交换 就是为了防止黑棋 右侧的点 但是没想到左侧点 还有棋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棋 这个棋如果白棋挡的话 黑棋就冲 是吧 你切断 黑棋这儿一拐 挡住 黑棋有一个一路般的妙招 这一手棋要命了 如果你白棋要是挡住 黑棋这儿一断吃 再提回来 黑棋一打 局部呢 形成一个打结 并且是个景气结 那有的同学会说 这个 如果白棋沾呢 对吧 沾的话 黑棋就拖在这儿 这个白棋依然逃不过打结的命运 你不能走这儿 走这儿黑棋一沾 马上就要把你一气收 只有铺剪 所以说底下是一个大杀招 深圳序呢 没有发现 他还是拐到了这儿 我们刚才说 白棋不能虎 只能单脸 这个地方以后眼威啊 还要受到这个黑棋 上方这手靠着搜刮 就说这个白棋很委屈 走完之后 二路下立 这个也是个先手 马上脚上有跳 白棋挡住 再往左边再立一下 这个黑棋 那这儿的味道 已经说是特别的好 而且这手立啊 还瞄着这个左边 跳到白棋的这个根据地里面 那柯杰的下一手 可以说 是本局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手 就是这个一路的搬瞻 可能是认为你不搬的话 被黑棋搬瞻 他 你也得去补棋 是吧 搬瞻完之后 没想到黑棋在这不管 直接把你 左下角的两块白龙给冲断 这个棋要命了 两块棋都不活 首先 白棋不能挡在下面 挡的话呢 黑棋就把棋径往上一长 把你整块棋关进去 这个白棋不行 实战只能先把中央的往前冲 但是呢 底下被黑棋这么一跳 白棋仍然不活 这个棋里虎 他就直接把脚上的子打拔 你冲他就倒 打湿的就沾 是吧 还是不行 并且你这个打还不能随便打 打完之后黑棋一长 还要瞄着你左边的这个道铺 所以说白棋特别痛苦 怎么办呢 先把底下的这个负担 搁置不管 先杀黑棋左边这一块 看看能不能转换 黑棋冲 白棋贴住 深圳续稳了一手 往中央 敞了一个 白棋打 补这个道铺 黑棋就把棋筋逃出去 这样确保白棋下方的这个大肥脚 先全部死掉 那克杰只有背水一战了 把中央切断 下一手又是深圳续的一个 惊人的计算力 在这个二路来了一个透点 这个点确实 跟AI的这个吻合度相当之高 也只有像他这种顶尖高手 才能下出这种棋 特别的妙 克杰呢 先往下冲了一个 这个是打枪 没什么太大用 然后往上贴 这个局面的高潮 来了 黑棋二路爬的时候 克杰犯下了本局 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手 就是这个挤 这一手棋呢 确实AI他的这个算路啊 也没有完全的把它给算清 我们就凭借自己的这个思考量 就是来一些变化图 当然可能有一些地方摆的有问题 其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见解 去思考一下 这儿有没有机会去净杀黑棋 因为你选择这种变化 肯定是把黑棋全部裹进去 黑棋往前冲 白棋肯定要往里面点眼 这个是个要点 黑棋冲 白棋护住 黑棋打 这两个子肯定不能掉 一掉的话 黑棋先手把这个眼做出来 而且还要白棋补断 所以说肯定是沾 黑棋的下一手呢 大概率也是断在这 对吧 那白棋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么几种变化 我们先看 中央这个黑棋啊 吃掉这颗子之后 至少确保有一只眼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手段呢 着眼于破他旁边的这个眼 怎么破 我们先看最笨的啊 先把这个打拔 因为这个至少能确保 白棋上方大龙也是活的 但是呢 黑棋有一个这个拖 拖完之后一打 你白棋得沾 他往这一做眼 这个应该是一个打结活 这个白棋就可以往这扑 这是摆的第一种变化 第二种我们来看看 就是当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有没有这个尖的破眼 尖的话呢 黑棋打 对吧 如果说你要是沾 黑棋挡住 你再沾 他往这做眼 这个就是黑棋近活了 因为我们来看中间啊 中间你走这儿 尖一个 他可以从这儿打 对吧 你这个棋筋 那你走 他一吃 这个黑棋两眼获棋 活了白棋就不行 或者说白棋往里面冲一个 黑棋往前冲吃 白棋往这儿挖山 破底下这只眼 但是呢 黑棋往这儿一并 并之前还可以先把这个沾一下 这个便宜 再往上一并 这个棋也是两眼获棋 所以说似乎白棋的这一手啊 就是这个尖 应该也不行 那我们再看这个团 团的话呢 黑棋肯定是二路斑 白棋往下挡住 黑棋在这儿作眼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作眼的手筋 你打吃他就长 是吧 黑棋仍然活棋 如果白棋吃呢 黑棋打 白棋提 黑棋往这儿跳 你要去冲眼 黑棋挡住 这个地方不然被冲 你只有沾 那黑棋往这儿一尖 这边啊 应该也是一个打结果 仍然是个结 我们再看看 我刚刚摆的还有什么变化 没有给大家呈现的 这个团看过了 是吧 比如说直接走这儿 破中间的眼 黑棋沾一下 你看黑棋怎么硬 如果说黑棋单沾 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尖在这儿 黑棋变一个 这个时候双方其实都没有活 因为你脚上的这个白棋这儿 一路牵了一个点 点完之后上下都有扑 然后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手挤 这个也是一个后手眼 所以说这个就会形成双方的一个对杀 当然这个地方 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紧迫 我还没有仔细的去研究 这边如果走成这样 对杀是个什么情况 只能说白棋有机会 还有个呢 就是 走完这儿 冲挡 挖斩 比如说黑棋拖在二路 拖二路呢 白棋就虎 打吃就斩 是吧 黑棋往上并 这个局部如果白棋 要是选择吃两头啊 那肯定又还原成一个打结的形状 如果说白棋要往中间点 这个黑棋下力 仍然是形成一个双方大龙 都不活 对杀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我自己摆的几种可能出现的对杀的局面 反正这个黑棋 这样走的话 是有很大概率能把黑棋给杀掉的 当然 有的变化也没有算的太清楚 毕竟这边的对杀是特别的复杂 旗友们有兴趣也可以在棋盘上自己去摆一摆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实战吧 实战柯杰这手挤肯定是有问题的 被这个黑棋往这个二路一爬 白棋断 黑棋有这个挖的妙手 就让白棋已经不能处理 为什么呢 就是不管你是上打还是下打 这个黑棋首先有个滚包 你得沾 黑棋打这儿 你得去断打底下 是吧 黑棋沾你得爬 我们时刻要注意 其实黑棋的这手打始终是个先手 但你拔完之后 黑棋就算简单的把这个沾上 或者单提 这个棋型都是一个活形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这个白棋是完全杀不了中间这一块 怎么办呢 这个都不能被滚包 只能选择断打在这儿 黑棋就往前冲 白棋再往前贴 再冲再贴 走成这样 我们会发现虽然你把中间这些子全部给杀光 但是被黑棋等于说先手连回去这么将近二十木棋 所以说这个吃的太小 何况这个黑棋以后还有这种二路搜刮的棺子 就是说这个棋 柯杰的转换可以说是失败的 黑棋这么一打一瞻 上下两条 这个大龙的转换 肯定是深圳血转 那现在对于柯杰来说进入到关子已经是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到底能不能力挽狂难 让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这局棋的最终大结局 看看到底如何 气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气友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龙心杯第十三轮 柯杰对战深圳区的最终大结局 那现在这个柯杰已经是九死一生了 这个转换过后 我们判断了一下形势 黑棋大概盘面25左右 那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大了 看看柯杰最后的这个顽强 先往下方打了一手 其实这一手棋 这个黑棋一路是可以跑的 这个是一个基本功 就白棋 你继续抓我就长慢 这个夹是夹不住的 但是呢 这边味道会特别的差 你跑完之后 白棋往上有个小尖 黑棋连回家 这个压是个先手 你顶住 白棋呢 可以往这儿飞一个 把你给割断 这个棋 如果说黑棋就这么冲 白棋一长 黑棋是两边都牵了一手棋的 下方这根五个棍子 要被切断 要被吃掉 而且这个右边呢 还牵了一手断 这个断 黑棋也没办法处理 打吃它就长 对吧 上方有灌门吃 下方有拐头 这个黑棋是有点问题的 并且白棋还有别的手段 除了这个飞压之外 单独往上大跳 跟刚才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上方要联络 对吧 右侧呢 还是要回 回过头来一跳 把你上下 这个给切断 黑棋问题很多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盛政序也是算清楚 他干脆 这个一路的子就不要了 先去抢其他的大棺子 上方的这手 挡住非常大 因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相当于一个双仙骂以后 对吧 白棋一跳 以后你再不走 这个地方再贴下去 这个木属就差的很多了 先挡 挡住之后 白棋往前长 好 这边便宜一下 就不要走了 因为白棋以后再冲 你可以退 对吧 他最多夹到这 最多是这个二路夹 然后再把右侧的这个 给跳下去 这个不仅是目数上非常大 而且解决了 刚才我们说的 白棋底下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白棋再不走 黑棋就有逃跑的资本 对吧 你白棋以后的这手 飞压就不严厉了 因为黑棋只要把 这个底下的棍子 连回家就可以 所以说 这手棋也是一个先手 白棋必须要在下面 补一手棋 比如说这个小琴 那黑棋呢 由于以后也怕白棋的这种弯 虽然说你这个尖也能补 但是这边味道还是很差 最好是提前在这补一手 然后白棋可以在这点刺 对吧 旁边有一冲 冲完之后再往上尖 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先手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等于说 把黑棋下方的这20来目 全部给破光 这个收获也是比较大的 实战 柯杰先在左边尖了一下 当然这个也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因为你不走的话呢 白棋比如说 给你来这么一个狠的 这个脚上还是有棋的 首先这个一路 二路有个打结 黑棋的眼位也没有完全做出来 所以说黑棋要跟着挡 挡完之后 这个时候白棋下一手 柯杰往上一冲 没有选择夹 黑棋挡住 好 白棋下一手 这个可以见到柯杰啊 确实最近的这个状态 好像还没有从这个 LG杯的实力当中脱离出来 这个跳跟我们刚才 这个摆的尖的变化 差别太大了 你看跳 它是扁的 它在二路 被黑棋往上那么一跳 首先黑棋的联络 非常的完整 第二点 这个黑棋上方 还有这么五六木齐的潜力 再往里面点尺了 黑棋一沾 什么棋都没有 下一手 这个白棋选择跳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 比如说这个左边 左下角白棋就死干净了吗 有没有棋 比如说你先把这个黑棋的眼给刺掉 刺完之后 沾上先手 再来一个一路斑 但是没用 黑棋他现在不是去吃这个 吃完之后被白棋这么一唬 里面有个打结 是吧 打结活 他会先往这并一手 这个是好棋 边破眼 边等一会可以切断白棋 因为他不能直接断 直接断白棋 打结不归了 先并一个 假如说你白棋沾 黑棋再往这断吃 他活的 你死的 假如说白棋要是沾这个 黑棋往上一断 那你这块棋也不用对杀了 这个盐也不够 棋筋也被吃通 所以说这个里面啊 没有棋 可解 往中间一跳 破空 黑棋打 白棋提 你看黑棋再一拐 不管怎么说 把你这个刚才点刺的子啊 吃下来 至少有个两三木棋 所以说这个白棋的收关也是有问题的 接下来往这一团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牵手 刚才我们说的 有一个一路斑 做这个结 是吧 所以说黑棋必须要补一手 吃掉 再往上方 打吃 提掉 当然这个是个后手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左侧啊 你不仅是让黑棋的这个尾巴逃掉了 在收关的时候 还要遭到这个收关 黑棋的这个二路翻打来了 你不能尝 尝完之后一蘸要死 只有提 黑棋这个再一打 而且这个结对于白棋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的 还不是说打打就无所谓了 你沾那又不肯 对吧 被先手便宜 实在呢 柯杰把这个一提 这个现在也相当于一个逆收 黑棋提 为什么说这个结大呢 假如说你不理的话 黑棋上方有一手断 对吧 你这个打吃是连不回去的 他再一冲吃 这儿原地是个道铺 只有通过打结回 就是说白棋很烦啊 这个时候那没办法 你也不能沾 那沾的话 本身木就不多了 又浪费一手 赶快捞空 黑棋也不去断这个了 就往里面先把这个便宜占掉 当黑 当这个柯杰提节的时候 黑棋的这手跳 又是一个收官妙手 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棋不能把它冲断吗 对吧 冲完之后黑棋断 你怎么办 首先你不能并在这 并在这 黑棋冲 上方三个子气不够 死了 你最强手是这个贴住他 贴住他也不行啊 这儿一打一扇 要回家 你得冲 断先手 再一冲吃 那吃的更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 深圳旭的关子确实强 这盘棋 从头到尾 除了这个底下的手段 没看见之外 深圳旭下到这一步 都是 太 太厉害了 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行云流水 这个柯杰只能沾上 黑棋再一连 等这个柯杰再往前冲 这个深圳旭啊 再往前一顶的时候 这个柯杰终于招架不住 认输了 先不说这个杰的原因 下到这儿 虽然说底下捞回来不少木啊 黑棋仍然保持15木 盘面15木加的优势 差距很大 所以说总结一下这一盘棋 柯杰输的原因 一方面 这个左上角啊 被黑棋夹完之后 这个大龙太薄 是吧 应该先把右边搁置 在中央去补一手 就是刺完之后 拼一手 第二点 进入到中盘阶段 这个也是捞空捞的太凶 导致被黑棋 把中间和下方两条龙缠绕之后 那下方的龙只能选择被杀 是吧 再回到这个最中间 想杀黑棋大龙的时候 柯杰可以说 虽然我们没有把这个计算 一直进行到最后一步 看看到底能不能全部杀光 但至少应该把黑棋全部裹进来 这样的话白棋才有机会 实战 放黑棋的尾巴回家之后 吃这么小 进入到关子阶段 居然已经盘面 让黑棋有25摸的优势 所以说这个柯杰确实他的这个下法 就是这种先捞后洗 虽然很强 但是在面对深圳序这种稳扎稳打的选手的时候 确实容易很吃亏 因为你全盘都薄 别人全盘都厚 对吧 有的棋友也总结的很到位 这个原因会让这个你的棋非常难下 也是希望柯杰能尽早的从这两次大赛失利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好 那这局棋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恭喜深圳序 这个一路过关斩将 好 企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